自民在香港的道路上發現了 有左軚和藍底白字 大家知道左軚和藍底白字 大陸當局那些跨警車 即是第五條質詢裏面的主體 來到香港的話 他們就會有一個藍底白字 早年如果說三、四年前是由FU、FV 現在是去到SJ 都已經有藍底白字的車牌 換句話說 香港運輸署是容許跨警車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 所以才有今天這個口頭質詢的問題出現 我的問題就是當有市民發現到 在香港的道路上面 有這個左軚、藍底白字車牌的壓運車 或者叫介款車出現的話 我們就擔心不單止只是跨警車的數量 而造成了香港道路上面是不是擠塞的問題 還有安全的問題 我們知道壓運公司 或者介款車公司 他們的員工坐在車上面 是壓運 是介款 所以他們是會有配倉的 我今天問題的技巧就是問運房局局長 是不是香港的運輸署已經發出了這些相關的牌照 給這些跨警的壓運車 而這個規管 規管車上面的介款員 壓運員 是不是那個配倉的處理 跟香港本身的壓運車 介款車是一樣的 局長就只是說這個事件很明顯 他是未觸及過 所以嘗試回去了解 但是這個是突顯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是有理由懷疑 這個跨警的壓運車 介款車是非法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2009年當年的余若薇議員 同樣地是在立法會裡面透過質詢 問過當時在香港的馬路上面出現了跨警的救護車 經歷了半年的了解之後呢 運輸署終於呢 就發現了原來這個跨警的救護車呢 是非法及後呢 是吊銷了他的牌照 或者不容許在香港的道路上面再走的 當時為什麼會有這個跨警的救護車呢 就是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呢 當時是雙飛的問題很嚴重 有公司是大陸的公司包辦一條龍來到香港 是去衝急症室 或者是去私人醫院那裡生雙飛鷹 所以就有跨警的非法的救護車是來到香港 同一個問題 今天我們見得到的就是 有大陸的左軚的壓運車是出現 有更加多的資料 其實政府特別是運防局局長 如果他是對那個政策是熟悉 知道運輸署是已經有發出了這些 被跨警壓運車是來到香港做壓運的工作的話呢 他沒有理由剛才是答不到我提出的問題的 大家知道了 因為我是這個補充質詢 我只是透過問一條問題 所以我問題就不是問他 他是非法或是不非法 而是假設他是非法 如果非法的話政府是怎樣監管 但是運防局局長沒有答到這個問題 這個很可惜 所以我在這一刻呢 我是有理由懷疑呢 這些的壓運車呢 他根本是沒有得到香港運輸署 派出相關的牌照呢 給他在道路上面行駛的 有記者朋友問我 說這些照片是怎樣得來啊 或者在香港哪些地方找得到呢 大家如果查冊一下呢 這間叫做威炮金融壓運呢 其實你是找得到它是商業註冊的 它是來了香港的執業的 也都是有網友 也都是有市民上面呢 網上呢 是通知呢 在荃灣這個環宇海灣附近那些的 露天停泊處呢 也都是會找到這些的壓運車 在停泊在那裡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去再追查的話呢 我相信呢是可以找得到 我嘗試透過這樣呢 是告訴傳媒朋友知道 我怎樣是得到這些的問題 我也都會再繼續呢 是追問下去呢 也都在今天的開研會之後呢 是會去繼續去涵比運輸署 和運防局呢 希望去交代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為什麼會這樣推斷呢 就是因為拍這張照片的司機 在馬路上面看得到 第一就不單是 在車尾那裡見到一個 藍底白字的車牌 跨境車來到香港呢 大陸的相關幫局呢 知識別呢 就會發出一個 藍底白字的車牌 第二架車經過那時候 不過它沒有拍到照片呢 就見得到裡面呢 是左軚的 那這個是 這個是左軚 但是就不是一般的左軚車了 不是一般的左軚的大陸車那麼簡單 它是壓運車 所以這裡涉及到另外一個政策範疇了 就是裡面 理論上 應該會有壓運員 而這些壓運員呢 是持槍的 那麼問題就是 運輸署 是不是在沒有 通知過立法會的情況之下 是去有權 去進行這個 這樣發出一個牌照 不單是跨境的車在道路上面行駛 而是容許他們在車上面呢 是有壓運員是持槍 而這個的規管也都涉及到 到底它這個發出那個的牌照 規管的 是不是跟規管香港 本地的壓運車 壓運員持槍的處理 規管的門檻是一樣 這個就是我嘗試去問那個問題 這個也是我去問呢 不單是因為有跨境車 是造成了交通擠塞 還有壓運車是涉及到 另外一個的交通安全的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境內 是馬路上面多了一些跨境車 上面是有人 是持槍的 到底日後有沒有機會 這些車 大家 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了之後 日後這些會不會 會被利用來強力部門 去聘用 執行其他一些香港人 不知道的一些職務的話 我是有這樣的合理的話 比我還要找這個 您想要問一下 您特有廣東 的方式 可能是今晚總會 並挺確實的 我會收納的 我會收納的 我會收納了 發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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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ot Truck Under the Hong Kong Regulation Employment by this Escot Truck Company Or Payment Vehicle Company They have the right to carry gun To protect the payment And also the cargo truck What they carry And that really alert my attention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I asked the government I asked the bureau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ve already I issued a license To this kind of company This kind of vehicle All the way from Course the border from mainland To let their employee To carry gun On the roads of Hong Kong And that's the major concern Of my question today That's also a concern of myself Because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Whether this kind of Escot Truck Or Payment Vehicle Will be employed and used For some other purposes Especially employee carry gun And that really concern a lot of Hong Kong people And I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chase after the government To find out the truth Ok Ok Thank you